王磊 师傅来不及退台的情况下 防守前冲股拳球时可以用快带吗 他与进台防高调股拳球的快带快湿的手法有什么不同 请演示一下 前冲比较靠底线比较顶 他提问就是说在进台去防这种前冲股拳球 用正手快带或者是反手快湿 和一般防高调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一般防这种前冲的时候 防前冲的时候 所谓这个球它过来是比较顶的 比较靠近我们的端线 所以这种球呢 你不可能说去压拍过多 去把它撕过去 去加旋转加的过多去撕 在防前冲的时候 我们以防为主 以碰为主 去摩擦去撕的很少 一般用反手在防前冲的时候呢 比较顶是吧 你站位比较近 这种球你就不要往右侧用力多了 你这样去撕 你这个球很容易就飞了 所以力量不要大 一般我们前压一下就行了 轻轻的前压一下 不要加太多力 如果说你这种前冲古典球想去加质量去防的话呢 反手可以怎么呢 去接的时候呢 快震 不能用快湿 前冲去防的时候不能用快湿 用快震 反手快震古典球 快震和快湿的区别在于湿是往右侧加旋转加摩擦的带过去 而快震是有点像弹机 反手弹机的动作 它没有加摩擦 向前弹机的动作震过去 它摩擦的成分很小 那么震手也是一样 震手去防前冲和去处理高调 它的动作也是不一样的 前冲我们一般震手快带就行了 也不需要去加什么旋转 手臂往上一抬 起来就可以了 不用去摩擦过托 不要摩擦的太多了 借助球的冲击力 把球带过去 那高调 高调的话震手肯定不能这样接 你用震手快带去接高调 那球百分之百飞了 接高调的时候 你要么震手在球的上升中期 上升前期到上升中后期的这个时期去处理 震手 弹起来的时候手臂加力 把球快点过去 用这手快点过去 或是轻压 这样压过去 弄加转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动作 有点下压的动作 这样缓过去 有很多驴子运动员在处理 这所谓一些加转普通球的时候 他们就有点叫什么 用这手拍 这种加转啊 高调啊 这样往下拍过去的这个动作 甚至有点像下用力 要看球的旋转 一般就是处理的话 在高调浮电球 在球的上升初期 手腕啊 轻压向前 用力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的旋转去摩擦它 所以我们反手和正手处理 加转和前冲都是有区别的 加转的旋转